发卡 下边上去需要绣制的绣线 一根绣线由六小股读成 用几股就可以分出几股 分好的绣线穿在针上 穿好的绣线 要一边长一边短 长的一段大节就可以绣制了 这地方用的是四号鞋的三股断面绣 断面绣就是在突压的两个点 直接绣着直线 一针接着一针循环绣制 直到把这个图案绣满 这片叶子用的是三号鞋的三股断面绣 羽毛绣针从底部穿出来 向前都有一针 在下一点穿上绣布 然后在绣布底下 出针 出针后 将线头在针上 收紧 这样循环修制 这里用的是四号鞋的三股 这里用的是四号鞋的三股 如果可以用到五号鞋的三股 涂子用的是四号鞋的三股 那么巳鞋的四号鞋 我用的是四号鞋的三股鞋 我用的是四号鞋的三股鞋 五湯直线 这五湯直线修制好后 按着花朵重心点位置出针 出针后空过第一根直线 穿过第二根直线 再空过一根直线 穿过第四根直线 再空过这一根直线 穿过这一根直线 这样面间 穿过一根直线 一上下的交替盘扰 直到把这个花朵盘满 咱们得盘扰使 这个修线不要拉得太紧 在这包卖就可以了 这一类用的是一号线的六湖 花朵盘满后 安在花边上 把修线穿入地部 把外套这修 真从地部穿出来 多数捏住修线 在这上捞一圈 再接着这一阵穿入修部 坐着的线不要松开 慢慢拉到右手的线 注意拉到最后不要太紧 太紧这个对着就不饱满了 这里用的是二号线的六湖 这里用的是五号线的六湖 发挥对着修 多数捏住修线的六湖 第二个小时 她们就在这一阵穿入修线的三湖 在这一阵穿入修线的三湖 的三湖 这一阵穿入修线的三湖 现在这一阵穿入修线的三湖 感谢观看